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第五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刚刚过去。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再次受到关注,除了凭借拉贝日记而让人们熟知的约翰拉贝, 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英雄,他帮拉贝同占领南京的日军周旋。 他的罗森报告,向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,他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馆,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。 帮助建南京安全区,1945年9月11日,一个名叫罗森的德国人,写信为中国驻美大使, 习公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线索,他在信中写道, 写死信的目的,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注意到,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发现的,关于日本侵华的丰富材料。 有许多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6月期间,我在南京写的报告,这些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,简称罗森报告, 后来成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。 罗森报告从日本盟国驻日德两国于1936年11月,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,一名外交官的角度, 记载了日军对南京的血腥吐成。 1937年11月底, 侵华日军逼近南京,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, 于11月25日,离开南京前往汉口。 临行前,他委托政务秘书罗森,组建留守班子。 陶德曼不愿迎合国内那些纳粹新贵,他没有命令罗森同日军合作。 这位南京大屠杀期间,罗森同残暴的日军抗争, 以及如实记录日军暴行创造了条件。 罗森十年42岁,出身德国政治世家。 1921年,他进入德国外交部任职。 1933年,希特勒上台。 具有犹太血统的罗森,被打罚到中国。 就这样,四年后,政治流放者, 罗森见证了日军的中世纪式暴行。 在日军逼近南京之际,他帮助德国商人拉贝等人, 组建起保护中国平民的南京安全区。 他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, 习工给德国大使馆的官邸交给拉贝。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办公场所, 日军攻入南京城前夕, 以罗森为首的德国大使馆留守小组, 受邀登上南京附近长江上的英国轮船。 12月13日, 南京轮迁, 丧心病狂的日军, 展开长达六州的血腥大屠杀。 在大屠杀初期, 德国外交官罗森等人, 在英国轮船上, 亲眼目睹了日军滥杀中国人。 12月24日, 罗森在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, 经过下官时, 他们看到很多堆尸体, 尸体穿的都是平民服装。 在另一份报告中, 罗森披露了日军对八卦州中国军人的大屠杀。 他在英国军舰密封号上避难期间, 日本海军少将近藤来找英国海军将军霍尔特, 声称要清除掉南京下游小岛八卦州上的三万中国军人。 所谓清除其实就是杀害毫无防卫能力的人, 日军除了用机枪杀害中国人外, 还有许多其他特殊杀人方式。 比如用汽油把人烧死。 罗森提出的返回南京请求遭到日本方面拒绝, 不得已。 他只能先去上海。 1938年1月, 罗森等人终于返回南京。 同杀人犯们的斗争罗森返回南京后大屠杀仍在进行, 他立即揭露日军暴行, 回击日军所谓的秋毫无犯宣传。 他在1月15日发回德国国内的报告中说, 日军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后还在燃烧, 领悟和强奸妇女与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, 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, 为自己树立了耻辱的纪念碑。 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, 他们先遭到轮奸, 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, 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。 罗森告诉德国外交部, 日军每晚都充信设在金陵大学内的那民营, 日军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, 就是当着家属的面当场事报。 他还发现, 日军常在池塘里, 厨子中国人或抛吃水塘, 造成南京众多水塘被尸体污染, 而南京穷人依靠这些水塘的水生活。 有一次, 罗森又和拉贝一道乘坐拉贝的汽车离开大使馆。 日军本乡少佐严厉警告拉贝, 并让他转告罗森, 不要再在没有日军宪兵跟随的情况下外出, 日军不想让罗森等人吃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, 免得在国际上对日本造成不利影响。 杀人、强奸、强劫、放火, 日军无恶不作, 尤其是日军的变态行为折磨着罗森。 出于人类的良知, 罗森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发出强烈抗议。 随后他又多次在日本外交官面前提起日军暴行, 要求日本官方约束自己的士兵, 不料招致日本方面怨恨,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官员福田赌台, 反而质问沙尔分贝格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。 处行政主管, 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, 但为何连德国人也这样呢? 愤怒的罗森告诉拉贝和沙尔分贝格, 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, 菲舍尔在上海对待松井, 指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时跟的态度一样, 我也不打算和这些杀人犯坐在一起, 考虑到日德同盟关系。 日本方面提力拉拢罗森, 日本军方和总领事馆多次安排宴会款待他, 企图获得他的好感。 进而在南京实现日德亲善合作, 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日军停止暴行, 日本人将软硬不吃的罗森贴上反日派标签。 罗森也毫不示弱, 他在2月10日的报告中, 希望德国元首希特勒, 能观看美国传教士约翰·马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的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, 遭纳粹清洗尽管罗森等德国外交官在南京极力抗议日军暴行, 但德国国内政局却在偏着导向日本的方向发展。 1938年1月27日, 对华友好的德国国防部长维尔纳冯·伯洛姆保元帅下台, 另一位亲华人是康斯坦丁冯·牛赖特, 也于2月4日辞取外交部长职务。 狂热的纳粹分子约阿西姆·冯里宾特洛夫出任德国外交部长, 他反对外交部之前的亲华政策。 2月21日, 他训使德国驻华外交官, 德国将承认为满洲国, 不久, 同行中国抗战的陶德曼大使被召回德国, 拉北回国后写信给希特勒, 希望希特勒能劝说日本人停止任何不人道的暴力行径, 没想到他却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和审讯, 盖世太保不允许他再披露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。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, 罗森仍然向德国外交部揭露日军的虚假宣传, 他在3月4日的罗森报告中写道, 日本人带来了漂亮的彩色宣传画, 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手中端着饭盒, 他的肩上坐着一个中国孩子。 遗憾的是, 这类彩色宣传画与现实不符。 最终, 1938年6月, 纳粹对外交系统的清洗轮到了罗森, 为了避免损害德国同日本军部的关系, 他被召回德国接受审查。 罗森明白自己犹太血统, 加上在南京同日军作对回国后肯定会有麻烦, 于是, 他先滞留英国首都伦敦, 后来又去了美国, 在多索大学任教。 沙尔芬贝格可就没这么幸运的, 他对日军暴行的揭露, 使他成为日军的眼中钉, 他死于食物中毒。 据推测, 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。 二战结束后, 罗森返回西德, 1961年去世, 享年66岁。 在2009年上映的 《中华德三国合拍影片拉背日记》中, 详细描述了罗森在饮酒平民方面做出的贡献。 在桌子上的桌子上, 7,531,000。 感谢观看